在中原普渡过后 三月宝宫特别携手 长期社福慈善事业基金会 郑公所 南投县温暖关怀协会等单位 共同办理政级活动 并将普渡的物资 分送给地方弱势民众 让弱势民众都能感受社会温暖 与中秋佳节的热闹文心 今天就结合了 南投县温暖关怀协会 还有蔡孟儿议员 还有相关的五月团 他们来赞助 共同来参与这项活动 我们有一些 我们的组织收入富 在这里是说需要的朋友 我们也特别感谢了 我们温暖关怀的社会 来团队来共同来办理 我们可以说物资是真的豐富 如果说你的生活比 如果是有需要 这种物资协助的人 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生活保抢 基金会主寻长 黄英伟表示 为了关怀地方弱势 三月保工 每年都会办理 政绩物资二次活动 今年获得大众支持 未来不排除扩大办理 长期基金会 并于每年都会办这一种 夏令或中秋的福利的活动 社会福利的活动 所以说我们今年 都没有扩大体办 就是看到每年的中低收入 需要辅助的 每年递减 感觉非常的欣慰 社会有的到处充满着温情 充满着爱 让这个社会更加的温暖 我想社会温暖 需要大家共同来努力 由长期社福 慈善事业基金会等单位 联合办理中秋政绩 物资绩 武乐同欢活动 获得广大回响 相当热络 而后续基金会 将持续为社会公益 做努力 援助需要帮助的民众 让善的力量提升 更加祥和与温馨 记者参公邀 主持人阵采访报道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显